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好了 你们都别送了 大家都想回吧 顿楚 你这次北京之行 朕可谓郑重而道远哪 你要多多保重啊 你们也回 很快来北京的 新的国会马上就召开 新内阁一定会掀开民国历史 崭新的仪 你还是不要太小看元大总统 新国会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就看看元世凯的表现吧 顿楚到了北京 就一切明朗了 小偷 抓小偷 走快 走快 顿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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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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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组 你被包围了 快投降 快 弟兄们 他没子弹了 冲进去 抓回来 是 是 跑 快 不好 快撤 我走 你们动作蛮力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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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是 是 快 崔道长 你终于来了 不管怎么说 他眼睛红术族已经死了 我们终于可以接案了 老巫 老巫 怎么样 我来忘了 红术族 他跑过来 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搜查了爆炸现场 已经发现了烧焦的尸体了 这可是打点劲啊 那具尸体绝不是红术族 早晚有一天 我会抓住他 快 把吴敬娘送上马车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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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点 干啥 facility 剪开 让我出去 来 让我出去 你 葬姐 Tuc 那是说好了 都说好了 啊 老人家 哎 你总算出来了 我都快急死了 你跑人家后厨干嘛去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在这个地方吃神仙鸡 那是一定要事先打招呼 否则呀 那个老板马猴子 不会亲自给你下厨 我还特意点了一只 一岁之前的小红筋 师傅 这菜单我可看了 神仙鸡价格相当公道 难怪师傅这么大方请我吃饭 没良心 我请客 你还说我小气 好 考考你 猜错了 你付账 又来了 师傅 行行行 说吧 考什么 你就说说考柜台最近的那个男人 他是干什么的 那个人看他的衣服 一定是不小心刚刚碰到了茶碗 还有他时不时看柜台的神色 他还和跑堂那点点头啊 没错 一定是 一定是店家看厂子的 好 伙计 结账 来了 请问哪位结账啊 你看我干什么呀 找他呀 什么师傅 我又错了 伙计 我们的菜还没上呢 等我们吃完了以后 找这位小先生结账 好 好 好 我去催一下菜 不好意思啊 师傅 好 难不成你想耍赖是不是 我告诉你吧 这个人啊 是给店家送鱼的 一共来了俩人 楼下有一个是看车的 这个呢 是等着账房结账的 我说师傅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两位先生请慢用啊 好 这是小店一角 神仙机 好 好 好 来 货姐 师傅 我自己去问问 你吃吧 吃吧 来 谢谢 师傅 师傅 我算是服你了 你是怎么判断的 他脸上也没写什么字啊 实话告诉你爸爸 刚才我去后厨的时候 亲眼看见那个人是来送鱼的 啊 啊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您师傅啊 好像是火警 不知道哪家又倒霉了 少爹 你听到没有 火警中想了拔一下 应该是浦江一带 离这还真不远 快走 哎师傅 这 这还没吃完呢 快走 又我结账啊 啊 吴探长 啊 通知您的人刚走 您就到了 难怪别人说你是活神仙 还有个外号叫铁公鸡 你说什么 哦 没什么 刚才的鸡汁好试试管 吴探长 您来了就好了 这就有明白人了 我琢磨了半天 也没弄明白 来 进去看看啊 好 里面烟荡 小心啊 不好意思 吴探长 这儿的一切 你们都没有动过吗 哦 没有 我几次进来 都被烟呛出去了 什么都没看清 你们来之前烟刚散 我再看头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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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尸体翻过来 是 小姐 我 吴探长 我看这两个人 是私造炸弹 不见爆炸险亡的 您看对不对 现在 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 我觉得是烧焦的这个男人 点着了炸弹 和进来的那个男人 同归于尽 您觉得呢 我 你 我的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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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你们人留下的吗 不是的 您来之前没人靠近过 再说物理烟那么大 谁还会在这里抽烟啊 那就好 这礼貌标签怎么撕毁啊 师父 您从这个穿西服的死者身上 看出了什么 这个男人 应该是在天津洋行里做事 来上海是出差的 他应该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 到这个小屋 多半是来谈公事的 他来上海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昨天 事情好像变得有些急手 今天他突然来访 主人让他在这个屋门口 等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屋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个时候门大开了 他走了进来 一声爆炸 让他立刻命丧亡 师父 这些都是你从尸体上看出来的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上街 来 把刽子拌开 哎 师父 这张纸居然没有烧着 是啊 火被这个刽子挡住了 刽子很金烧 谁把火浇灭之后 这刽子才烧了一半 师父 这张纸好像是从一本书上撕下来 没错 是三国志 讲的是刽备三顾茅庐一张 而这又能代表什么呢 别老问 自己好好想想 来 坐下来 坐下来 去哪儿 要去哪儿的 要去哪儿的 你敢什么 摩热之后 去哪儿又还去哪儿 的一些事情 有一个案犯 名字叫做红树祖 他枪杀了一名 优秀的革命家 为了追捕他 我差点送了性命 这是我当警察以来 最丢人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危险的人物 在六年后的今天 又出现了 师父 您是在说 六年前的红什么 不但没有死 而且又回来了 并且又制造了一起 相似的爆炸案 行书长 这条河的下游 是什么地方 是高桥站 是高桥 是二少爷吧 您可算回来了 二哥 六年不见 变成个大美人了 哪有啊 二哥倒是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二少爷 老爷今早还说 如果你再不回来 恐怕就等不到你回来了 爹的废病有那么严重吗 老爷在里面等你呢 走 老爷 二少爷回来了 来来 把东西搬过来 你还知道回来啊 爹 干嘛 妈 爹 孩儿不孝 忘爹爹原谅 起来起来 让我看看 哎呀看看看看 你这一走啊 有几个年头了 六个年头了大妈 六年了 六个年头了 这跟你离开家的时候 怎么一点都不像呢 来 你们都来看看 都看看 看看是不是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当然了 二哥喝了六年的羊墨水 这通声的气派 跟往年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二哥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你变了 变得更英俊 更精神 更像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你可回来了 妈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妈 你不知道啊 你留养这六年啊 妈 可是吃了不少苦啊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对了 大哥呢 一家人都到齐了 大哥怎么没在啊 不提他也罢 这个混蛋 老爷 您最先喝点水 喝点水 喝点水 你大哥呀 他在忙生意 他忙得很 他很忙 是啊 这一大家子人就属他最忙啊 要我说呢 他要是不忙还好些 他这一忙啊 可就够这一大家子人受的了 你是大嫂吧 是 是 大嫂 你说这话 你这个当媳妇的 不刷好自己的男人 在小叔子面前乱嚼什么舌头啊 你也就会冲我了 别以为我多愿意当这家的媳妇 你 大嫂 二哥刚进家门 你就少说两句吧 瞧瞧 瞧瞧这通生的气派 说说 这你大哥怎么能跟你比啊 包容啊 你爹可是向着你这小妈生的 送你出国留养啊 六年了吧 你回来的可真是时候 往后啊 这一大家子 可就都是你的了 大嫂 碧莹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好好好 她这刚回来 我就不说扫兴的话了 不过时间长了你就知道 这个家里啊 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儿 每个人的心里都掖着藏着的 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 什么也瞒不住 这个媳妇 越来越没样了 当着小梳子面就这副浪样 满口胡言乱语 我看她简直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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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二爷吗 你看这个点儿 您出去啊 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死人了 谁呀 你别打听了 麻烦 太麻烦了 二爷 您要是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的话 您知一事儿 我说你呀 你还是赶紧 催催你们家那位大少爷 欠我的钱再不还 那就不好办了啊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小美人 小美人 你去哪儿啊 你不就是来伺候 大爷我的吗 怎么 看不见大爷我啊 你弄疼我了 这多让人心疼啊 来 我看看 好了 没事了 一会儿就好了 不行啊 流血了 血流多了不好啊 血流多了 会死人的 小美人 你叫什么呀 怎么以前我没见过你呀 我叫小蝶 小蝶 那就是小菜儿了 来 我好好看看你 别别这样 我害怕 你怕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了 我是外甥银行王灭文厂 奴迹传行的大老本 卢宝昌遇到我 就算你遇到贵人了 别这样 大少爷 二少爷回来了 卢宝荣回来了 可不是吗 老爷太太都见过了 他还问起你呢 太娘他太快了 大少爷您赶紧回吧 走 难道红书组又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杀掉那两个人呢 那两个人与红书组之间 又是什么关系呢 好 师父 将边齐火屋的房主带来了 把他叫进来 探长大人哪 小人出海打鱼刚回来 你看就 我的家全没了 听邻居说 还死了两个人哪 我的爹 行了 探长不是来听你鼓嗓的 问你什么就打什么 老老实实交代 他房子没了也是件痛事 扶他起来 谢谢探长大人 探长大人说得对啊 小人辛辛苦苦打鱼摸虾 好不容易盖起几间房 全烧了 你说我能不心疼吗我呀 请问传家 你叫什么 小人叫李明 李明啊 现在是民国了 我不是什么大人 你也不要自称小人了 你能告诉我 你的房子怎么会出租呢 出租了房子 你已住哪儿 大人哪 不不不不不 吴探长您有所不知啊 现在打鱼不好打 经常出海好几天 都打不上什么来 只好靠出租房子 贴不点家用 我老婆孩子 都回浙江老家过了 我一个人呢 就住在船上 住房子有点太浪费了 你这一次把房子 租给什么人了 什么时候开始租的 是一个生意人 姓张 好像是做运输生意的 他说住在江边 比较方便 也就是五天前才租下的 姓张 名字是什么 名字 名字我不知道 你也知道 这不好多问的 他是怎么找到你的 长得什么样子 他是在码头上招呼我的 说是打听到那处房子 是我的 至于长相嘛 我没看清楚 个儿挺高的 还戴了一副黑墨镜 戴副黑墨镜 是的 他是一个人住吗 找我的时候是一个人 可几个人住 我真不知道 你们的租金是怎么算的 他给了我五块大洋 说是先住一个月 五块大洋 真不少啊 上海繁华路段的宾馆 一个月的房租都够了 对 大人说的也对 所以我就没多问 也没多想 就把钥匙交给他了 那他住进来以后 你来看过吗 没有 小人知道 他出这个价 肯定是不想让人去打扰他 好了 那你就先回去吧 你等等 来 你看 大人 这是我的名字 这儿还有我的电话 有时打电话找我 那我先走了 好 顺便问一下 今天中午十二点左右 你在什么地方 我去梨花巷好彩来酒家去送鱼 顺便在那里吃了碗面 吃面的时候 又顺便喝了点酒吧 我们打鱼的都爱喝个酒 因为船上比较潮湿 好像还爱喝点羊酒 哪里 这羊酒哪喝得起 好了回去吧 好 来 少姐 跟上来 好 大妈 你放心吧 爹的肺病不是很严重 我带了些西药回来 明天开始服用 对付肺病 西药还是更快用些 是吗 可是家里请过几个郎中 都说你爹的病不大好治呢 你倒是说你爹没什么大病啊 妈 小总总 你总算回来了 大哥 你是 是 保龙 是啊 听说你在外面忙生意啊 忙忙忙忙啊 忙得要死啊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并不突然啊 我读完了书自然要回来的 是吗 大妈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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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判断的没错 这个李明 是个开烟馆的 这样的人一般 往往都同时贩卖烟土 我看郁家乌死的那两个人 和李明是一伙的 他们贩卖烟土 最后分赃不均 黑吃黑 被李明全给杀了 老爷子当年拿二十根金条弓他留洋 他这一走就是六年哪 现在听说老爷子不行了 病重了 突然回来 什么意思 明摆着是要跟我争夺财产哪 避免 你老爷子 我用了 你老爷子 你要看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掌握的线索可以说这个案发现场和毒品买卖有关 那么李明就有重大嫌疑 好彩来你安排人盯了吗 当然了 好 那么你现在去趟瑜伽屋 去瑜伽屋 去瑜伽屋做什么 来 走 来 走 来 来 来 走 来 走 这一万块大洋 虽说是个大数目 但对咱们卢家来说 还是可以周旋的 有什么办法 咱们可以把 下半年的订单先算进来 然后让许家 周家 帮忙打些款子 等顶过这风筒 咱把这笔钱 再还给他们就是了 也只能如此了 你抓紧吧 我明天就着手去办 大少爷 今天我去找您的时候 碰到二爷了 他鬼鬼祟祟的 说是出大事了 死人了 死人 死什么人 他没肯告诉我 就催着咱们还钱 少姐 看你这样子有好消息吧 正是 我呢 在余家屋外蹲了两钟头 终于等到他们来街头 听那两个看货的人说 明天凌晨他们会来接应 师父 天都已经大亮了 我们也在这蹲了一夜了 他们不会来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也许 他们就等着天亮来呢 您说什么 您别给我开玩笑吧 天亮了怎么把这么多烟图 就把园围军出去 我明白了 大家都不要动 埋伏好 他们马上就要到 快点办啊 动作都麻烈点 来 不 衝 快 衝 别动 别动 我东西都换一下 老实点 蠢货 你把老子的货 全都给毁了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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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我这次吗 他娘的你见鬼去吧 使不得呀 东家 这千万使不得 后来会暴露的 还不快滚呢 东家 你应该庆幸啊 要不是你警惕性高 被他们抓住 那麻烦就更大了 多亏使爷你的提醒 要不然 老子今天真的全完了 东家 这古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他娘的 都是那个黑墨镜 我要杀了他 我一定要杀了他 师父 这帮烟贩子还真想得出来 他们居然把烟土 分装在马桶里面 分装好后趁天刚亮 混在去上海的马桶车队里面 神不知 鬼不觉地 送到了夏家的手里 这招可真厉害呀 不过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他们还是被您 这个活神仙给活捉了 可惜呀 这个李明就没有抓到 六年了 变化还真大哈 你老跟着我干嘛 我想去家里的米堂和仓库看看 这不是卢大公子吗 这 这 有个子没见呢 这位爷是谁呀 我是他弟弟 原来是卢家二公子 有空过来玩啊 这 这 这 一边去 大哥 你跟这些风尘女子很熟啊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别多想 其实我在国外也很寂寞的 男人哪哪有不爱女人哪 我告诉你 你爱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 别老在这儿烦我 小菜 小美人啊 你要去哪儿啊 来来来 陪我陪我陪我啊 来来来 陆少爷 请别这样 关着坏人之下 请你尊重一些 尊重什么呀 你不就是个婊子吗 不就出来败的吗 来来来来 我看看里边穿什么了 干什么呀 走走走 跟我玩着 跟我玩着 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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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别这样 认识你的人多 让人看见你 丢身份的啊 你说什么呀 老子领个女人出来玩玩 我怎么了 你给我滚开 别发疯 走 陆少爷 放我下来 我头疼得厉害 想去买点药 疼了我就让你不疼啊 走走走走 走走 放我下来 骑马师姐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小心了 你娘的搞什么 你娘的搞什么 你娘的 你娘的 你怎么回事 这不是大少爷吗 大少爷 你没事吧 你给我看 娘的 你给我看 朗朗朗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你 大哥 人家不习惯 你就别抢救了 我告诉你了 妈 你别看娘的都市 不让我不痛快 我才娘的要比好看 你来干嘛 哎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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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是大妈担心你呀 一个女孩家的 现在这世道又不安全 这事我只跟爹爹说 无怨恶无仇的 无恶无仇的 居然下这么狠的手 没想到 这么快地见到你 这里不是你这种 应该来的地方 回去吧 下次别再来了 没事 我没那么不重要 就算为了你 我也会再来的 我是黑夜里雪白的剑 在寂寞里 周旋雨缠绵那里 有没有通往幸福 的线索能 静静所有的深情 就能看到你的天空 为我而亮了 因为爱你 我不怕穿越千古万间 因为爱你 我不怕独熟 我不怕独熟 日月流年 因为爱你 是我最初出发的誓言 因为爱你 是我最后到达的终点 爱就是全部的力量 爱就是全部的力量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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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